他超愛借錢的好不好 你咧 對 我超愛跟他家借錢 沒有 因為他這個人是很 他不喜歡拿現金在身上 所以他只要出去像那種付那個停車費啊 然後買咖啡啊 買一些小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 欸 小玉 那個一百塊借我 兩百塊借我 然後他有時候會忘記還 會啦 我都會直接LinePay給你們 LinePay是因為我都沒有還 所以他教我的 終於受不了 我想起來 我想起來了 對對對 在圈內也有被人家給心機過 然後也是那種就是 欸 看起來跟你很好 可是在背後 去講你一些壞話 反正你有機會去這個節目主持 可是因為他講了 變得是你 就是那個製作人直接說 欸 你怎麼聽說你不想來 我說我沒有這樣說過 後來才發現中間有人搞鬼 他剛好缺錢 好想知道是誰啊 我不知道他私下做什麼事情 所以可能錢不夠 他跟你借錢嗎 他跟我借錢 他臉皮也真的蠻 因為他好像也比較走投無路了 第二次拖比較久 但後來還是還了 但是等同於就是 我讓你欠我一個人情 所以你以後不要就是在背後做一些小動作 是因為你有欠我人情 所以他也不希望我把這件事情 跟大家講或什麼的 所以他也會比較不會去做那些事情 但你現在還是講嗎 但不知道是誰 對 但是有效果嗎 你覺得 蛤 有效果嗎 有效果 常常對方很生氣的時候 我都會盯著他看 就是可以順便搭配 像剛剛那個楊翹一樣 這樣絕對受不了 然後然後再說 你生氣的時候 怎麼那麼可愛 然後對方就會瞬間氣笑 因為我覺得道歉要看時機 如果他氣頭上你一直道歉 他反而更生氣 欸 我們來演一下 然後我今天生氣 怎麼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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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怎麼處理 他沒什麼處理 欸 我覺得你生氣的樣子 好可愛喔 欸 超大特的 欸 這招不錯耶 撞到跑後面沒事吧 蛤 你沒事 等一下 剛剛那是不小心的 這個 這個很可愛耶 我都沒有 等一下會撞到這樣 欸 可是你是 這個狀況是 其實你沒有真正生氣耶 欸 你知道如果真的那個 撞起來 撞起來的時候 你還怎麼 那個情傷你有這麼高 我都會就是 捏住自己跟自己說 演員 拿出演員的氣場 然後笑著跟他說 哇 你生氣了什麼好可愛喔 欸 可是剛剛撞到頭這招 也蠻好用的喔 因為男生就會 就會笑出來 就鬥對方開心之後再道歉 然後可能有一件事情是 兩個人都有錯 所以你就先道歉說 然後對方就 好啦好啦 沒事 這個時候再找到那個時間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 你剛剛這樣很兇 然後對方就開始道歉 就是讓這個錯 好像又歸到男生那邊去了 對 然後我們要被檢討 要檢討 很高潮耶 對啦 這個要 誰先比氣上來就輸了嘛 然後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非常年輕 可是他超快 就升到店長 然後那時候也覺得說 哇 好厲害喔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直到有一次 我們一起去吃飯 他說好 那你來 你先來櫃上等我 然後我們那個結束 就可以直接去吃飯 我就去櫃位 這樣子坐在那邊等他 然後就是那時候 一快關店了嘛 就有客人進來 他拿了一大堆衣服試穿 每一件穿出來 他都說我覺得還好 就是泰柱就是感覺完蛋了 都沒有要賣 可是他卻把整個櫃上 用的亂七八糟 然後那時候 我在旁邊看 我已經覺得有點生氣 很讓人家不舒服 因為你的個性 你應該會嗆出來的 對 我就想說 哇 這個要是我 就是會罵爆他耶 結果這個時候 我的朋友他完全沒有 他就是堆出笑容說 啊 姐姐 你這個 我覺得你穿都很好看啊 你看你剛剛穿這一套 喔 穿起來 我覺得你看起來 很像蔡依林耶 那我就想說什麼意思 而且因為那個是一個 真的是中年大媽 然後那時候他一叫姐姐的時候 對方就已經就說 沒有沒有 我年紀已經很大了 但他立刻直接說 有嗎 我以為你可能才大我三四歲耶 然後我就想說 這種鬼話 你講得出來耶 怎麼可能 不要動開氣 不要動開氣 那個品牌剛好 那時候當時代言人是蔡依林 原本都是說 喔 我都沒有很喜歡 後來他真的買了一大堆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很厲害耶 這個嘴巴真的很厲害 但是就是送走客人之後 當然我朋友也是立刻說 好 有夠反的 可是我們都覺得這很厲害 因為他在當下那個情況 他是可以堆出笑容 然後講出一大堆 很好聽的 喔 你這個穿起來 比飛龍還無尊還帥 我說好 我就買 就是真的你聽到這種話 我就會覺得 對 好像真的是這樣 穿上去就是真的是 飛輪海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會真的嗎 你幾歲的人還 你說我吧 不是 我幾歲的人叫他 你也相信嗎 你給我一點自信嘛 飛輪海的無尊已經準備提告了 陳鑫欺來分析 你有遇過無尊本人嗎 飛輪海的 你有遇過他嗎 沒有 但我們有視訊過 就因為節目有視訊 然後他就講說 欸 好奇怪 我怎麼在螢幕裡面啊 哇 還會講 會講話的 對 把他貴類在理直契合 真的 理直契 對 下次成績就有很多人說 說我長得像馬 這樣也太不真理了 你這個酸泥 沒有 還要吃 不是吵一下 這樣子馬會受傷 你知道嗎 這樣馬不擺出踢靠 對 說我長得很像馬 說我那個牙齦 就是很高 長得很像一匹馬 所以後來就是人家這樣講 你真的當下會不會不大舒服 你聽 不會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 因為我是模仿藝人 或是喜劇演員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大家能夠笑就好 所以後來我就會想說 自嘲要怎麼自嘲 我就後來回家 就是找了一個 可能跟我長得很像的馬 的照片 你知道嗎 我會把它就是做一個主圖 就是可能我像什麼動物 或是我今天我像什麼 什麼人 或是什麼這個九宮閣裡 有幾個無尊 對對對 對 然後我就會去做這樣 就有點 沒關係 我們上照片 來 看一下 好 上照片 請看 好 OK 那都是無尊 對 都是之類的 然後我還特地去學馬叫 怎麼叫 馬怎麼叫 等一下 好像 好像啊 你的好像好施力喔 對 我在稱讚你也會模仿 對 然後就是會用那種 自嘲的方式 讓大家覺得就是 人家也不會尷尬 因為我如果生氣回也尷尬 那我就覺得好像 又可以達到一個效果